102年全大運游泳比賽第四天賽程 北市較大陳婉榮在公開女子組 200公尺碟市成年冠軍 而台灣體大楊金貴在公開女子組 100公尺自由市游處56秒53 破大會記錄 到後面就是還好後面的體力 還有稍微維持住 所以就不會落差太多 因為如果像之前的話 可能後面會有點沒有力 但是今天還好 還有撐住 就是熱身熱的有沒有充足有關係 楊金貴覺得自己比較容易緊張 而有了親友的陪伴 讓她能夠將練習時的 最佳狀態發揮出來 因為練習 畢竟也是練得很辛苦 所以就是每一場比賽都把握 看可不可以把練習的狀態 發揮在比賽上面 我是屬於比較緊張的 所以可能在比賽前 我是需要會有人 就是讓我放鬆 讓我開心 這樣我反而比較不會有壓力 而同樣身為國手的娃后陳怡娟 對自己要求很高 覺得體力方面需要再加強 才能達到贏有的水準 我會自己設定目標嘛 然後如果這場就是比不好的話 那就把目標放在下一場比賽 這次大專輩就沒有游很好 那就只好就這樣子了 然後想說下一次會更好 所以就回去再調整就好了 我覺得我體力應該不夠 所以回去的話應該 耐力那邊會加強比較多 文化大學吳俊峰在公開男子組 50公尺挖式以29秒48 擁奪冠軍 蝶王許智傑則在公開男子組 200公尺碟式穩坐冠軍 記者泰智中英華 彭宇甄 張又麟 宜蘭報導 到達了